他本身,他自己也给人介绍,还有他的视频录像,就是他给他的这些同学和朋友介绍,在这个餐厅里介绍,拍照啦,你们都有。 那给周杰,我问您的时候,您说不是行医,那您其实现在不能算是医生的事吗? 第一,我从来没有说过我是医生。我本人的经历非常清楚,因为《古色古香》这本小说里头,它有半自传性的小说吧。 第二,疫情天下,这疫情天下就把我整了学医,为什么要学医? 我指的这个医是和中医的这个医的健身相关的吧,就是拍打拉筋这些。 当时也的确学了医,学了针灸啊这些东西,但是呢,没法行。 为什么到拍打拉筋呢?就是因为拍打拉筋它不是一个医疗行为,一个比太极圈和瑜伽都还要简单,而且男女老少嫌疑。 只要你看到我的书,可以说绝大部分人吧,比如现在假如有100万人在拍打拉筋。 可能是90%以上的人,我根本也没见过也没听过,就是他自己看看书,看看博客和录像,他自己活跃。 他是谁我也不知道,和我也没什么关系。他既没买我们的拉筋灯,也没参加我们的体验。 因为还有人说拉筋灯,我说拉筋灯这个媒体报道,这个就是严重不负。 从来,第一,你要调查这市场的话,您只要把拉筋灯一输进去的话,95%以上的拉筋灯不是我卖的。 而且他们都是什么,自己叫什么违背专利,因为这里头都是有我们的专利的,专利权,肖像权, 我说咱也没跟他去打官司折腾,咱根本就没那功夫。 再加上从上来说来说,他这不是也是普及了这个拍打拉筋吗? 只要是对大伙儿有好处的,我说您到晚也好,什么也好,肖像权,您就到晚。 你别说你弄的时候再说是我弄的就行,你开一个东西去,你搞的。 开拉筋灯那些人都有,那都和我们没关系。 好,那您发明的拉筋灯现在大概是市场售价是多少钱呢? 第一,这第一台拉筋灯不是我发明的,这是朱老师发明的。 但是他那个拉筋灯呢,他没法拆戏。 后来,我们不能说是发明,就是改进了这个拉筋灯,第一,有可以折叠的。 也有可以这个墨头的,但是有点像尼加那样,这个后来他好运输嘛。 价钱一般都是在几百块钱,到一千多一点,也叫做这个价钱。 所以说我们的报纸上说的几万块钱,我们是闻所问过的。 至于还说两万块钱,参加体验也是,闻所问过的。 我也不知道他们哪来的这些消息。 还有,那我提前说了,你还没问? 说我赚了一千多,每年赚一千多啊。 我也不知道这记者是从哪,这叫子虚无缘。 所以这个我可以严格说,从法律上我保留起诉的权, 这完全是污蔑和诽谤。 因为这很可以查清啊,公司,我现在可以告诉你,公司在哪? 这个在,不管是会计事务所还是工商,这一查是谁,我不是任何公司的这个股东也不需要。 我只是和别人请我去讲课,就干了这么一件事。 那就说您自己其实没有公司。 没有公司,而且我在里头一分钱都没有赚。 如果说还赚了钱,我跟您说我是贴钱。 我到这来云游四海这个钱,我还得自己赚。 我在这个地方走街窜巷,我是睡千家忘住。 昨天比如说也在朋友家睡的,睡的就是沙发床,睡地上。 有时候床比较高一点,也睡。 就是完全就是云游四海。 跟那个时候云游几时差不多,只有云游到国外来。 那我因为,之前在博康也有看,就是参加体验营,他其实也是需要缴纳一定的费用的。 对。 那个就是大概是多少? 这个大概是几千块钱吧。 就一个人? 对啊。 就是几天的一个体验营。 七天,对。 对。 我还有一个,就自己不太觉得有怀疑的地方,就是说,您说有一个鼓舞头坏死了。 然后他就是,拉筋拍打一次之后,他就好了。 因为,就我了解就是好像咱们这个中医,他主要就是治疗一种慢性病。 而且他见效是比较那个比较缓慢的,你得长期坚持。 但您说这个鼓舞头坏死,如果说一次就把它治愈了,我这个心里还是有点。 首先我要纠正您的话,我没有说把它治愈了。 我说治得有效。 有效的程度呢? 有两个明显的疗效。 第一,这个是全是有现场录像的。 他以前没法下蹲。 他只能到这就下不去了。 像他可以下蹲了。 另外,下蹲了当场,我也奇怪。 这个人叫刘敏友,有名有姓。 网上也都有他的文章。 他说我没法梦理啊。 后来因为那天是一天的田园,很多人跟他一块坐大巴来的。 大家看着他上大巴都是这样的,就是上大巴的台阶。 得这样。 我说你不是可以下蹲了你上舞台,因为那也是一个讲座。 给大家分享一下他妈的话题。 上个台阶,三个台阶,他一走就走上去了。 把他激动了,不行了。 为什么? 他说我刚才来的时候才不行。 我是说他有效。 至于说他治愈,我没说。 达到这个有效,我觉得已经很好了。 为什么他有这么大的心情? 他要干什么?他卖鞋呢? 他现在把卖鞋的向老师傅卖鞋都不干了。 为什么? 他说这事好啊。 第一,解除这么多人的痛苦。 后来光顾说别的。 全国各地骨骨头坏死的给他打电话。 他把电话也留在那儿。 因为有很多的体验和感受。 只有得骨骨头坏死的人同病相远,他们才不值得。 至于您说他为什么当场就有那么好的笑。 您问我,我只能说我们的祖先太伟大了。 他教你这些方法,打通经浪,他就管用。 那这个意思,其实我可以这么理解, 就是说咱们这个拉筋开打, 他其实不是说把你给治, 不是把那个病灯给去掉, 只是说给你起到一个痊愈, 或者是让你那个缓解。 然后也其实说是一个怎么说, 有点像如果咱们把这个西医比成一个是那个药品的话, 那咱们这个拉筋开打是不是就像一个保健药品一样。 就是一个是治愈, 然后一个是强生健体, 都没有作用。 第一,您刚才反复地说治愈。 我没说要和治愈, 我没说是有效。 那有效的程度, 那因人因食因病因地都不一样。 比如他能达到腰痛减缓,血压降低, 血糖降低, 这就减缓了嘛。 至于他说他和西医是怎么比的, 那我觉得由大家自己去比, 我只能说, 大家学了这个方法, 他自己有, 他自己有感受。 而且, 我欢迎各界, 不管中医西医还是葡萄老百姓, 大力的批判批评我们都没意见, 但是呢我提个小小小小, 就是您试一个礼拜的时候, 您在批判我, 您别根本就没事了, 滑就乒乓, 我自己狂批一通, 完全关于大家批评, 您试一个礼拜, 现在网上和这个娱乐我看, 非常明显, 绝不敢说百分百, 绝大部分试过这个, 都是有效, 凡是说不好的时候是骗人的, 几乎都没试过。 那您, 就是那个《一星天下》这种书, 您是在云游途中完成的, 还是写到很长时间, 还是两年时间就把它完成了? 这个都是一边走一边写, 这都跟日记一样, 现在孩子每天都是写, 每天比如说药, 我要不记的话, 比如在西藏, 今天来了一百个病人, 我不可能全记, 到时候起码主要点心的案例, 是个什么样的, 是腰疼啊, 腿疼啊, 还是什么, 哪长了个什么东西, 你得把它记下来, 遇到那个什么人, 就是一边走一边写。 那就是您在奥运会, 你卖到奥运会之后, 对, 然后这个大概在国内的那个民优, 您是到什么时间呢, 持续的? 哇, 我一直到现在还在民优, 还没停啊, 一直都在民优, 比如说你看, 我在德国这里, 汉堡, 法兰克福, 慕尼黑, 阿尔兰克, 基本上没停啊, 我在国内也没停, 在国外也没停, 还马来西亚, 新加坡, 今天新加坡, 马来西亚又去了好几岛, 还得去呢, 台湾两年不到就去了, 十八岛。 那那本书是, 是什么时候出版的呢? 那本书, 那个应该是09年, 好像是, 09年。 那您说, 之前在奥运会团队里, 您和李安导演是, 您是具体负责什么呢? 那时候, 李安导演, 当然他是导演吧, 他的名声也很大, 那里头有很多, 有导演, 有灯光, 有雾美, 什么都有, 但是有两个主要的执笔人, 一个叫徐英, 也是我们同样, 一个我们俩是主要的执笔的人。 嗯, 嗯, 然后就是, 有些质疑的问题就是说, 嗯, 那个您和这个, 负责出版一行天下这个, 蓝阳文化城公司, 好像有点纠纷, 您最好起诉他们, 这个是有什么原因在里面吗? 这个呢, 这个呢, 就非常有趣, 本来这个书呢, 不是出版了吗? 出版了, 赵三阳定了一个系列, 说, 一行天下系列, 那, 第二个书, 实际上就是我的老师, 朱正祥的书, 但是我已经, 稿件都已经写了一半, 文字资料什么都弄好了, 叫出版, 第二个书, 这个都是我师父的书, 但是呢, 因为蓝阳的这两口子呢, 他们是在广州, 离香港比较近, 因为朱老师在香港了, 他说, 那我们能否去拜见一下, 朱老师, 我当然好, 我就把他介绍给他们, 结果他们俩去, 第二天给我打了便好了, 夏老师, 说这个书, 得赶着这个书, 你书太慢, 我们, 就是, 宗杰林本人, 是这个出版社的负责人, 他的老公呢, 叫宗建夫, 他就说让他来写这本书, 因为我们是搞出版的, 速度就更快, 余初,